第四词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辞 我今见闻得受辞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法师歌俱世佛上 大家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看到《金刚记》 金刚记 我们这一本应孙导师所讲述的《金刚经》 这个可以说是内容很惊讶 但就以印老的文笔来论述 这个 我们要稍微一点点的基础 比较容易看得到 那讲的并 没有所谓的那么通俗性 道元长老也有讲过《金刚经》 道元长老《金刚经》 他比较 读起来比较属于白话些 读送下来比较容易理解 但就从整个的教界 学界的 它的价值 所谓的价值就是 大家的接受度 它的所谓的说服力 同样的印老的说服力 是远点超过其他的 比如说我们在写论文 我们在写论文 你引用的经典 引用谁所说的话 你引用是印老的 或者是隐陪法师的 或者奇妙法师 整个论文的价值就差语蛮多的 当然人家会问 这么多人的注解 何以引他的注解 你必须要相当的一个立场 或者他所提出来论点 之所谓不同的地方又在哪里 还是他有他独特的见解 有他独特的见解 当然印老他相对他在深入经典 包括他的研究 在学界是大家非常公认的 说服力还比较强 而且所引用的经典都 都 可以说是自己 这个很扎实的功夫 而不是像一般现在电脑都这个方便 现在都剪贴路的 搜寻一下简历简贴一贴 那就成为自己的文章了 我想这个 他的客观性 和他的实质的内海不太一样 那这本金刚金奖金 印老他用的很简调的一个说法 那基本上为什么他有怎么样的一个说法 当然他都把在读送这一本金刚金奖记者 波罗金奖记者 一般他都是把他认得怎么样 对佛学的基础都已经有相当的认知 在这个基础上有谈的 所以当然里面的很多的 所谓我们所所说的佛学名相 他并没有给我们很多的解释 那像我们在读其他法师的著作 或者居士的一个讲解著作的时候 蛮多的名相都会再一次的解释 那问题是怎样 名相的解释 这个有他的难处 或许我们觉得 比如说八正道 我们知道什么证件 证事会等等这样看一下 可是证件都怎么解释 比如说证件 好多人都会正确的知见 有解释跟没解释有什么差别 证件跟正确的知见差在哪里 就多了几个字 就多了几个字 对不对 如果我们去看一些佛学的词典 我们去看一些佛学的词典 我们去看一些佛学的词典 我们去看证件 比如说证件 那什么叫证件 那边写一个正确的知见 正确的知见 我们读这两个字跟读这五个字 应该差异性不大了 基本上懂中文者来读的话 应该差异性不大了 但就因为我们学佛者 跟这个我们在深入经上 同样在读诵经文的时候 看到一些佛学名像的时候 我们本身的见解 像我们初学的初学佛法的时候 还不知道名像的一个时候 我们一读到的时候 可能是证件 可是 蒙蒙懂懂的 蒙蒙懂懂的 或者叫什么正确知见 那问题是正确的知见 到底在一位学佛者身上 是怎么样的真实体验 这才是更为贴切的去了解 那根本不能听懂那一声 那才是更为贴切的去了解 就好比一个电脑 一部电脑 电脑当机了 有经验者也知道 当机是什么问题的当机 那大概也看了一下 大概知道 而且不知道 不知道为什么当机 那 这个对电脑很熟悉的人很清楚 你对电脑当机 可能是你操作上的问题 或者是你病毒的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 当机他可以很清楚的了解 那不熟悉者就只怪 没有电脑这么难用 两三下就当机了 结果他没有去反省 那是什么 自己的操作不当 而让电脑当机 好 举这个例子来说明 佛法本身并没有问题 那自己在修行上 碰到了瓶颈 碰到障碍 没有办法解决 那胡说的 这些都不好 你把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烦恼 而怪这时候好像佛法 在我们身上产出不了效用 而不是的 是我们自己操作不当 你操作不当 让自己当机了 同样的支见 同样的正见 在他身上 有非常良好的效果 可是在某些人身上 他会被八成道 他会谈世圣地 他会谈大乘佛法 可是实质操作下来的 整个内容是不是恰当的 不见得就恰当了 所以我们他的这个支见 就整个我们在认识上 这支见是我们很清楚 这支见在佛法 在佛教世尊所说的支见 是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力量 这个力量确实是在我们身上 是什么 是被呈醒出来 他绝对不是只是在为解释明相而解释 他绝对不是为解释明相而解释 所以一些很多的著作 其实金刚青的著作就 就 这个好几百家 好几百家 这个著作好多好多 这个有人就说了 这读了好几本呢 这好像每一本的解释内容不太一样 那你就问他 到底是在看上去看 当然很多方面都可以去参考 那参考呢 最后最后你还是必须自己去 自己的一个所谓的什么 对法的 见解的一个认知啊 都必须透过什么 实学实修跟实证而来 所以印老这本这个波罗金讲解里面 他很少跟我们在谈一些 民学的这个佛学明相的解释 为什么 这些本啊你就要去了解的了 他不会再去花这个时间 花这个功夫在什么 在让我们在那边去解释 什么叫为成 等一下我们谈到什么叫为成的 什么叫世界什么 这叫五象人像的 这个重点因为他稍微提一下 但他不会太繁琐了一些文字上的解释 为什么 在这之前 你必须对一些佛法的佛学基础 都要有相当的一个认知理解 我们各位假老还记得的话呢 印老他曾经提到 这个 他说这个 这个 说这个整个的生团里面 论理呢 要依这个整个的佛法的一个政见 论事依和和 论理要依缘情 论事要依这个和和 所以他是很清楚在怎么样一个组织架构上去提 像我刚开始学习佛法的时候 这个 这个 好用金刚经 他就请了这庙云集 一请下来 第一本书就是《佛蕾经》讲经 一翻开 很开心 很开心 没认识 没认识 为什么 看不懂 为什么 就是觉得 为什么看不懂 为什么看不懂 因为很多的一些 因为我们 在读诵一本经的时候 我们在这之前 我们或许吸收了很多人 给我们金刚经的概念 各位能不能听懂 哪个意思 在我们读诵这本经典之前 我们没有把它放空掉 在我们还没有完全放空掉 再 重新再接受一本经论的时候 或者著作的时候 我们在思维的时候 会把我们自己的经验 怎么样 掺材进去 所以对很多的一些佛学的名相 这个经典的一个解释 怎么样 会比较偏向于自己的认知 而去解读 那解读下来的时候 怎么样 会觉得 读不通 不太顺畅 那之所以会不太顺畅的原因 也是我们的什么 谈难得来说明的话 我们自己的佛学的基础 不够扎实 所以我们要去充实一些 佛法的一个根本的教理 佛法的教理 一定要去 去踏踏实实的 去把它走过来 那绝对不是 现在的佛法绝对不是 这个 这个简单几句话是可以被解决的 绝对有一些实学的一个 一个立场 就像唐道正见 我们佛法佛地址都知道什么叫正见 都听过了 可是正见 那打荡荡草 健庚 那六和几年具处正见 正确的知见 什么叫正见 正确的知见 那你正确的知见 那你正确的知见 就在你身上 什么样才叫正确的知见 那把我们多少的一些 一些旧有的思维的习气 全部扫荡清净的 正见以立啊 就可以入什么 出国耶 不再有邪见了 那邪见都影响不了我们了 可是正见一来的时候 我们真的正见 正见确立了吗 那正见一破 第一个就是破我相 正见就是要破身边邪见界 五种邪见 略说有五种邪见 广说有无量的邪见 对不对 略说有五种邪见 身边邪见界 叫做略说 那广说呢 有好多种 广说有无量的邪见 但这么多的邪见 就只有一个方法会破它 就是正见 好吗 那这个广说跟略说 总而言之 就只有一个我见 听到吗 正见就是破我见 那什么叫正见之见 能破我见者 这是你的正见 什么样的方法 能让你破除我见 那个就是你的正见 对不对 每一个人所制作的不同 所以有时候 你在睡觉的时候 想一想 别有关注我们都很欣赏的 也很好吃 穿做这些 圣圣人 一生当中 如果到辈子 大家都走到 人生的终点 咱们的时候 人生的终点 大家一躺平的时候 他也是狗狗的 他有狗狗的 他也是狗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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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狗的 吃狗的吃狗的 他的口座里面 所有的东西 也都跟我们差不多 跟我们都一样 不是差不多一样 全部归为零 他刚才会去 众人都知道一样 到最后躺平的时候 论输赢的是什么 你的果报 你的智慧 你的办法带不去 唯一就随心 好再说回 这个正见 一开始要跟各位 谈了一些观念 为什么这个 跟着我们在 学习佛法的时候 有蛮切药的关系 待会再谈这个 比较容易见过状况 像我们常常听到的 那种句话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是吧 此生不像今生肚 更待何生肚此生 对不对 请问这句话 在我们身上 有没有力量 你读起来 是爸爸 还是觉得 我很珍惜 还是觉得不要不要紧 人生难得 你真的觉得 人生难得过吗 那就是正见 就从法的思维当中 把你的知见 这样子提升上来 人生难得 一公子自己 疼一公子疼 还是真的 我感受到 人生难得 难得在哪里 难得在佛法难得 那佛法 一听到有佛法的一个讯息之后 是希望怎么样 能度化我们的 无量的苦 就是白脑 所以此生 我此色生 我现在不度 我更待何时来度此生 真的吗 这句话 这句话是有没有生命的 如果有生命 这句话 就可以成为你的正见 如果没有 这句话 跟我们在唱 旅行歌 也是唱到过 一句话结束在哪里 我都听到那些 这就是正见 就是在身上 你产生那种力量 那前不久 有一个居士来找我 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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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师父啊 我有个问题 想要请教你 你帮我解答一下 我说好 我可以 给你提供一些我的看法 但是呢 你要配合 要接受 好 只要你帮我解答就好 他说他很痛苦很伤心 他说你在伤心什么 痛苦什么 他说你爱人没得到才会苦 爱人没得到才会苦 那你就不要爱啊 很不简单 很简单 做得到 困难 他说 我来找你就是希望 你告诉他 叫他让我爱啊 可是我告诉你解决的方法 我不是要告诉你烦恼啊 听懂意思吧 我是要告诉你解决的方法 你就不要爱他嘛 爱别的你苦 你不爱就不苦了嘛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对了 我告诉你 你不会听我的啊 我来听你的 我就跟他一样 你信不信 你又有什么呢 你是因为爱而苦嘛 叫你不爱你就不苦了 你何苦爱他呢 对不对 可是往往我们在思维上说 我来去找师父 我给我的问题 找三伯 三伯应该会顺我的意 你而让我怎么样 顺心如意 那叫做伝道 所以正见是否 于真正的能够破邪见 对不对 你终于没见人 说人家 我会见鬼说鬼 那个正见是很清楚很明白的 是要少当无量的邪见 他说 我就是你很痛 我就是要叫你改 佛法是要告诉你 离苦嘛 我准备再告诉你 再继续去爱 然后再接着苦 你就不要爱嘛 我就是很啊 你就是一个很爱就是苦嘛 你现在是刚问我如何不再受苦嘛 你就不要爱就不苦了 你说很难啊很难 那你就慢慢的受苦吧 不会因为你送了一部金刚经 送了一部钥匙经 那么苦就不在了 你送了金刚经 我回向给他 让他回心转力让我爱 不可能 做全地没做这些事情 佛法也没做这些事情 听懂意思吧 如果佛法真会这种 刚好这么巧 然后回心转力 让你继续爱他 那就是一个的 夹缘味料啊 各位人不能听懂 那种意思啊 佛法给我们的 是告诉我们 怎么去离苦 怎么去离苦 而不是去 去顺着我们的 知见的那种 杂兰心的去什么 那去懒着去取苦 所以我们称为无取运 所以你做一个正见 就我们在读中的经典 刚刚谈到 人生难得 光这一句说 人生难得 你真的提得到 人生难得 我去世上 这样吃不到 看不到 都乱乱乱的人 哪有人生难得 对吧 你看这个前几天 在跨年的时候 哇 乱乱乱乱的人 哪来的人生难得 真的难得吗 我们现在觉得 我有此色身啊 我六分具足啊 我觉得没什么 那对于这个人生难得 你感受过吗 像我们刚刚一开始 要上课的那个开金记 无上圣身为妙法 你真的把一部金 当的是 无上之宝的对待吗 你会不会把金刚金 放在你家的保险下 你会不会把你家的金刚金 它既然是 无上之宝 假如是你的 我知不知道 不是 不是 好 一般的话 举例说 假如 假如是家的古董 你会不会把他 锁在你的保险箱 或者夹在你的保险箱里 会不会把 你会不会把 无上之宝的金刚金 锁在你家的保险箱 知道吗 当你在读书说 无上圣身为妙法 当你看到 这个 无上圣身为妙法 这本金刚金讲迹 还有这个是 比如说这个是古董 当然他现在不是 假如说是古董 你会比较珍惜哪一个 这个不再证就有 对吧 对吧 送礼我再请就有吧 可是这个不在了 行啦 什么都可以捨 什么都好说 这个就不用说了 不过说 他的那个 无上圣身为妙法 绝对不是他外在的 这一本书的 无上圣身为妙 而是那个真理 而法能露心得 则能令我过得究竟解惑 但是你对这一本经的态度 对一个佛法的学习的态度 大概就可以取决于你的成就与佛了 好 就像刚刚决定的他问的问题 就因为爱人没对了 很辛苦啊 爱人对了别爱了 你这一本不就爱 那你知道 就是苦海无边际了 真的是苦海无边际了 这个佛法给我们的 不断的在酝酿出我们的那种正解 好 那我们在谈到金刚经之前 在 在之前呢 这个我们谈到这个 徐菩提问了世尊 如何降服妄心 如何安住真心 对吧 然后呢 徐菩提又问了世尊 出发性的菩萨 如何寻菩萨到 那世尊就开始为他解答了一些内容 谈到这个布施 谈到无相的布施 谈到有量的布施 跟无量的布施 做种种的层层的比较 对不对 我们大概再回忆一下 整部金刚经 他是这样一直铺陈下来 那包括呢 包括世尊的问了徐菩提 有没有无上正等正觉之法可证 有没有无上正等正觉之法可说 问了很多 这都是很直接的 这可以说是这个 这真的是高手过招 就问了 这个观念对错与否 当下就可以 承请出那个真实功夫了 回答错了 你就是自见错 自见错 自见错 错就错了 有没有 自见错就错了 你回不来 自见错就错了 所以世尊就问他 有没有 欧罗多罗三马三菩提之法可证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世尊是在菩提树下 有开落的 他问他 有没有菩提法可证 他怎么回答 但是我们还知道 徐菩提是跟着世尊二十多年了 在讲这部《金刚经理经》 是二十年以后的事了 所以他说 依我解如来所说之意 有没有 有印象 你这样的意思说 我对你二十多年了 怎么也对你出一个味道出来 我对二十多年 相同到二十年前 一样的屁股 一样的屁股 二十年了 一样的屁股 他就变态流出流出来了 你看这个 看这个冰淇淋 看这个眼睛也是这样 那个贪婪心 二十年后 依然这么样的贪婪心 那佛法在你身上 是毫无效果的 能听懂那个意思吗 同样的道理 所以徐菩提就回答世尊说 依我解如来所说之意 因如无上 因如波尼多罗三马三菩提之法可证 亦无法可证 所以知道佛法即非佛法 好不好 然后在后来呢 就慢慢有在谈到 这个他说 庄园佛徒 有没有庄园 有没有所谓的庄园 后来又谈到这个 佛的佛身 像须弥山 这么大 大不大 然后后来徐菩提跟赤尊 对了这个佛陀都说 这个 徐菩提的 这个 大生即非大生 就是说的 佛生即非佛生 世民佛佛 就这样整个人铺承下来 好 那最重要的重点呢 他就是问了这么 这个 如果徐菩提问了一些问题 降伏旺行 安住真心 那世尊用了这么多的一个 一个 一个理由 举证 举证嘛 然后用布施啦 用这个恒河沙啦 七宝如来的 七宝 七宝的这个 恒河沙等这个数量的 布施的一个应用 做一个较量 较量就比较了 都说了 都怎么样 都比不上你 硕持金刚经的四聚技等 硕持金刚经的四聚技等 远远超过于 这个什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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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宝 三千大千世界的 充满的七宝的布施 都没有办法比得上 硕持金刚经的功德 好 到最后呢 他就谈出了 举证了这么多人 才谈到了一个什么 不因色 不因着色法布施 不着色色相互处法布施 那他什么 不住相布施 后来这个六祖大师就是听到 那一无所住 而生其事 生什么性 那种清清性 这整部金刚经的 就到这里了 他就是一个阶段 就完成了 完成了 怎么金刚经的 基本上所谈的呢 你看哪一个点 每一个点 每一个过程 都是在破重贞的执着 好 当然谈到这里完了之后 当然四聚还有一些 在金刚经里面 还有一些要在布施 刚刚谈到 我们要布施财务 好布施 可是要布施生命能不容易 接下来 接下来要谈更 更严谨的态度 要美术 好了 纵然你拥有整个大千世界的七宝 身外之物 他还是身外之物 在紧要关头 要你保住生命的时候 要你把大千世界的七宝全部舍掉 你愿不愿意 舍掉命还保得住 或许 但是要你什么 留住七宝 舍掉生命愿不愿意 这要谈的就是这个 所以到底我们现在在佛法的一个运用的境界到哪一个程度 大概我们的正见 之见是一直伴随着我们 所以什么叫做修行 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怎么样 能够保持正念 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能够来培养我们的正见 那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修行 那就是一个修行 一个观念来了 一个事情境界来了 你怎么样的去处理 那么所取决的态度就是你的观念 知见 见解大概就可以怎么样 它就可以去让我们看出我们 怎么样去应对 怎么样去处理我们的烦恼 怎么样去处理我们的烦恼 这个 像前几天我们联社在打佛气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了一个公案 是读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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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 因为在清朝时代又叫做了情和尚 了情和尚 他出家蛮特别的 了情和尚 他年轻 他每天都会要求自己送一部金刚剑 每天都要求自己送一部金刚剑 他送金刚剑 他有一天 晚上休息的时候做梦 梦到 有这六位女孩子 妙龄女子 生女儿漂亮 坐着背车里面 她说 哎哟 少年了 起来坐 好像有谁要求那坐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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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去坐 坐 那一天叫做梦梦买车 起来看路去走 走走走走走 他也坐在上面 这部马阵 就到了某一个山口 一个洞口 洞口进去之后呢 就开始整个什么啊 整个都变成很黑暗 很黑暗 到了时候来 要进去的时候就这样啊 整个就变成很黑暗的一个地方 然后就叫他们下车 下车之后呢 就看到了一个小洞口 把他们赶进去 叫他们搬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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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位女孩子 包括他 有位年轻的男生 就七位嘛 叫他们搬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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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后一个嘛 大家就走进去 最后他进去 最后他进去 最后他进去的时候呢 就看到了 像韦头菩萨这样的 就把他绑住了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嘛 我就跟他们走啊 那他就忽住了 说你送金刚心的人 不应该来这里啦 不应该来这里 可是他就什么 这很执着 想要對人走就對了 這個韋陀菩薩就拿金剛寶石 就從他的陀上打下去 講一下疼 疼就怎樣 疼就疼了 你在做亡 你看那做亡 說得疼 自己也疼就疼了 然後再做亡 病痴狂 冒冷汗 他覺得 怎麼會這樣 你就覺得 一定有一些狀況的原因 趁起來就這樣 踢梗了 就出來走就走 他家附近就看 唉 看到一個小洞口 跟他昨天做夢的 跟他一樣 就歪夢了 唉 那些人在餐廳 那些人在餐廳 那些人在餐廳後面 他家附近跟有人拿來 說沒有 那我先生什麼事 沒有 有啦 附近跟他家在那裡 我生在那裡 生幾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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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一隻四 六隻沒有一隻餐 他說你帶我去看看 看那些人在餐廳 看那些人在餐廳 那是夢中的 廟林女子是一樣的 那個形的感性 就讓他直接那個眼神一交會的時候 就感受到 像夢中的廟那六位 死那隻就是他 我以前那個尾座說一下聲音 沒想到那些聲音都會好看 那樣子而言 那上金傲金 每天這樣上的 我才有上金的時候 後來他就怎麼樣 因為這樣的緣故 就跑去葡萄山出家 你就跟 From deaths 咱们在葡萄山上 師父跟我師父 們時候會覺得 了解 所以他就把這一段夢中的因緣 因为他平常就在送金刚经 师父就把他取个法案叫做了情 了趣的世间的情爱 这个六 情代表我们六根 六根都称为六情 六情 所以那六位妙的名字代表是六情 你送金刚经到最后的 你是要把你那个六情断绝掉 而不是要再跟着走 不错就对你走苦中 董哥不要逼在那里 各位能听懂他的意思吗 所以那个梦中告诉了他的那个 那个六位女孩子代表是那种六情 我们往往就陷入在情苦当中 而不得自把 正经没有办法确立 所以这个和善的就把他这样的一个因缘 因此因的怎么样 他就想要出家 然后就放下万人 真的 那时候他才真的感受到 人生难得 是一次过来 好 再一次称起来 如果没有称起来就去这家子了 所以从那一个时候 那内心你会说感受到那种 人生难得是这么样的真实 往往往我们是不是真的真的对那个人生难得 你所做的那件事真的是余修行上下真功夫的 还是还在那里懵懵懂懂 不得了之后就正经的问题了 有时候我们随顺的因缘或许是什么 不自知的在造业 听懂意思吗 有时候随顺的因缘不自知的在造业 佛法告诉我们要随遇而安 但是随遇而安是有一份的正知见不扎然的 所以我们在佛法的修行 所以我们在佛法的修行 那绝对是有护法神 护法神是那个正见的那种防非子恶者的 我告诉你 这个不行 可是你也要讨论说 那是真的对一尊 那是因为你长久以来的 知见 吓阻了邪见 不让邪见入侵 而不是真有某个护法神 我们不佛念有护法神的存在 各位听懂意思吗 但是那是因为你长久以来 让知见培养起来的 有一些邪见的观念 会要让你选择 或许倒过去的时候 你内心里面那个防飞直恶的 那个无作戒体 他会生起来告诉你 不可以 很强的告诉你 不行 不该回去 好像是你自己的内心 在跟你对话 我们把它称为护法 因为护的是正法 护的是你的法神 他告诉你 不可以这样 那你就很强烈的 那最后一道防线都被击垮了 那你就倒了 听到齁 他就倒了 所以他 我在分析他们 梦中那个护法 金刚护法 是他平常在读诵金刚经 不断的告诉他 破我相 人相 终身相 受者相 告诉他 告诉他的一些 所有的种种的布施 抵不了 塑持金刚经的 试剧剧的故事 所以那个力量起来 在最危险的时候 可以震见剧主 至少嚇阻了 要想这样也不难了 看破 有去看破 看破 全身受惊 这是在清朝那里我们的约合上 了承法式 了清法式 了去世间的情 我们说的金刚经 是否有这样的一个力量 其实假如有因缘 像我们现在是这样 因为我们时间上的关心 我们上课就讲讲金刚经 其实我以前有想过 假如像这一次我们像金刚经 本身他的经典 经文并不长 假如时间或许 有 以后或许时间 因为可以叫 我们就先把金刚经送完 大概四十分钟到一个小时 金刚经送完 就开始讲解 每次就熏修一次再来讲解 因为我们每次讲解的经文 都是一小段 整个的灵贯性 断断续续的 听懂意思吧 假如能够先把每一次都把一不金刚经 从头送到尾 送完也都回向 开始在讲的时候 那别的你都你 刚刚都在送无我像无人像 开始在讲 看看真的你在无我像还是无人像 还是无量的在执着 那就是一场的生死决斗 那这一场的生死决斗 在确立您的知见 到底不是在看一出戏 所以不能够去提到那个 那的一个意见 各位刚刚提到这聊情法师 还好他有送金刚经 所以那夫妇也说 拜佛夫也说 送金刚经人不应该死的来吃 换句话说 送金刚经 我们售持金刚经 若无真之戒 那不是很招报吗 送金刚经绝对不是在比 比金刚经的这个 谁送的多送的少 谁送的速度快 我听了师 我过去的师兄听了 我上去不见不见 我八分钟就上去 哎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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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地中间点磨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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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他有一次就碰到世尊 就问世尊 奇怪 我出家修行四五十年 都未能得见真理 你不过出家个六年 你就为法王 听懂意思吧 不用是有些人 你两年就开梦 我用四五十年就开梦 他说你到底有没有学到什么邪术 有没有什么旁闻走道 你教我一下 我四五十年 学不开梦 你怎么两年 这么快就开梦 世尊那时候就告诉他 学习佛法不是在时间长短 不是在年纪大小 不是时间长短 不是在年纪大小 他说修行贵在贵 不贵就贵 贵是什么 真诚 真诚 提解大道 真诚心的去提解大道 所以才讲出了 这个所谓的什么 小王子不可亲事 小王子不可亲事 小龙不可亲事 这是蛇 不可亲事 然后他谈那个小沙咪不可亲事 这样的种种一个因缘 他谈了还有一个小火 小火苗 心心知火 可以聊人 烦恼一起就要让他洗 所以世尊当时就跟阿波鲁明讲 不是在论年纪长短 不是在论年纪长短 也不是在论谁的休息时间的长短 而是法真的入行 那六祖大师 不过是听到一句 运无所住而生其心 就是要去出家了 运无所住而生其心 要等你帮他吃冰淇淋 这整个的观念 这个法的思维的角度 差异蛮大的 好 好 一开始我先就做个谈 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来看到 这个 这几页啊 七十五页 好 那我们刚刚谈到了 就是这个 徐吴迪跟世尊一个对话之后 大概经常经讲 那就说呢 徐吴迪就白佛缘 跟世尊 世尊当何名此轻 我等云和奉神 那世尊讲完了之后 那徐吴迪就问 这些内容只要以一个金 这部金人在取什么名字 这个名字大概就是 有他的整部金的什么 意义跟内 像金刚或的波罗蜜 好 比如说金刚 看我们怎么去解释 像玄壮大师 他把这本金 金刚经的号码算是什么 能断金刚 对吧 能断金刚 波罗蜂蜜金 那就莫罗斯就直接翻了 金刚 波罗蜜蜜金 那就从玄壮大师的翻了一下 他以能断金刚 光这四个字 就有非常好的一个答案 智慧 我们可以这么解释 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解释 是的 以我的一个解读 一个认知了解 智慧 我们世尊的佛法的智慧 就像金刚这么样坚烈 都可以被破坏 听懂意思吗 假如 假如佛法的智慧 当然他把智慧 比喻像金刚能坏一切物吧 像金刚是 所有的事情 最坚固的 可以破坏一切 一切的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给金刚破坏 但就我的解读 我们可以认识 佛法的智慧 就连像金刚这么坚硬的东西 都可以被破坏 听懂意思吗 所以 玄壮大师的翻了 他翻了 能断金刚破坏 所以就像有些细论 像有些细论 有些言理细论 看不到的那才叫金固 协剑就是那种 那种协剑 那种根深蒂固 那种协剑很强烈 唯有像金刚 这么样的一个遮残断他 那么能断 这些种种的细论的是哪 是智慧 所以这个玄壮大师 他翻译上 能断金刚破坏的密切 所以你看他在翻译上 他的不同 大概 他告诉我们 这部经的整个核心思想 中心思想在说明什么 这我的一个解读 我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金刚可以说 我世间万会怎么样 最为坚固的 连这个都什么 连智慧都可以什么 都可以像我们 一些细论这么坚固 都可以变破坏 所以在佛法 世尊在整个世间的交化过程中 你看他多少是被人家毁谤 伤害 他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去破除 就是智慧 就是智慧 像这个鬼子母 这个鬼子母 都喜欢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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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肉 大家都很怕 这鬼子母 那佛陀为了要对峙这些 那佛陀就把这个鬼子母的第五 最后一个儿子的第五百个儿子 把他藏起来 那鬼子母就找得很辛苦 碰到世尊 世尊啊 你帮我找找儿子 他很着急 很着急 很伤心 很难过 那世尊就借此愿意 就问他 当你在抓人家的孩子的时候 人家的父母亲也向你这么着急 你怎么都没有去体会我 就用这样的音乐去破鬼子母的一个执着 那世尊就跟他谈啊 如果你要找回你儿子科典 你以后不要再伤害人家 他答应了 我总就把孩子还他 他说 不过我如果不吃 孩子也要吃什么 世尊就说 我如果藏起来你就要咬到 就为什么有粗食 每天我们为什么这个 这个这个 寺院里面呢 要做粗食的法 因为佛陀答应过 鬼子母 他老堂要吃 你就不要这样 这佛的一个智慧 而不是把它消灭掉 而是要令他离苦 是 尽管 我举几个例子来做一个说明 好 那我们来看 假如各位有音缘呢 有空了 可以在读完这部金刚经 可以回去的时候呢 在我们下一堂课要开的是这个 佛与教经 那这之前各位假如有 有音缘会去翻一翻这个 杂寒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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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 毗婆沙论 那毗婆沙论 文字有点难 但是翻一翻也有点帮助了 而且这个杂寒经 杂寒经 那经文都短短了解一下这个 佛丑在弟子们说法的时候 是说了哪些话 因为像杂寒经 世尊说法的对象 大部分都是跟谁在说的 都跟比丘在讲的 杂寒经 你们看经的短短 每句话都是跟比丘在讲 绝大部分 大部分都是跟比丘在讲 他讲了那种 他怎么样的去破我之 怎么样去破 好 那我们看 那须福底就 白佛言世尊 当和民此境 我等于一个讽词 那因为这一部境 这个经病就涵盖了整个经的 这个大义的基础 那下一段经文他说 世尊就佛告诉须福底 是经名为金刚波瑞波罗蜜 这部经文就取名为金刚波瑞波罗蜜 以这样的名字 如当奉旨 就像这部金刚波瑞波罗蜜 金刚波瑞波罗蜜 像这样的名字如当奉旨 就是一部金刚波的破灭 这样的一部金明 就是这部金明是什么 是世尊前面讲了这么多的内容 给出了这么一句话 那我之前跟各位讲过 我们要写入门法表蜜 这个教授 你可不可以把你这十几万个字 用短短的几个字把它表现出 就像虚福底 听完世尊的说法 我们说世尊啊 这部金请问要取什么名字 像我们人在被取名字都有它的意思在 为什么要取这样的名字 为什么要取那样的名字 那这部金刚经世尊对话的内容 这样一个内容的叙述下来 可以取这样的名字 你应该要知道的 因为直接谈 你应该知道的 唯有智慧 唯有佛法的智慧 才能破一切的什么信物 好 他说呢 如当奉祠 我们要好好地什么 这个这个 用功修行 所以者呢 为什么呢 那虚福底啊 佛说波雷波罗命 即非波雷波罗命 虚福底 于于云合 世尊所说的波雷波罗命 即非波雷波罗命 先肯定了 然后再否定 为什么呢 他说呢 于云了 是什么意思呢 如来有所所法佛 这一点他是呢 虽然我刚刚 诗诗西部体跟世尊对我 虽然我也谈了这么多 但是这一部经济 后来我们把它取名为 金刚波雷波罗命 但是呢 世尊又说呢 波雷波罗命 即非波雷波罗命 为什么 他就要问 如来有所法佛 说那句话 说我都不说话 那些事就坐都要在坐 那世尊他说的绝对不是我们一般世俗人的那种 那种所谓的真别使用说西亚华的 有说不说 佛要讲的是那个理 理事无碍 那个理 如来有所所法佛 然后徐武体就拔我们世尊 如来无所说 这一段经济里面有好几个层次 有好几个层次 稍微分析一下 我刚刚 平平说的 古世尊你都没说话 我到底要听不听 圣祖你自己都没说话 就别听了 这样就又回去了 所以有时候这个佛网里面 讲一个像 有一位法师以前在 他也是在讲金刚经 他讲一讲一讲 一切都无我像 无我像结果他有一个弟子 这个算是 可能姿子也比较比较好 法力也很强 他就讲了 他师父讲的这个 金刚经讲的很精彩 他破 像破人 像不知做什么 他的弟子就走到旁边 说 你借我一万块就好了 借我一万块 故意来 那个弟子要找过去 气壳意思会感到够了 你借我一万块为什么 你无我像一万块本我有够了 我都不存在了 我所东西存在吗 结果他那个师父就非常正过的 就会说 啊 记错了 其实他 他那个弟子的 可能跟他师父的这个 术士的因缘 还有包括他们 这个学法的过程的因缘 蛮深刻的 他不是要跟他师父绕屁 而是让他师父更清楚 在 讲解金刚经的时候 把那个整个层次怎么样 提高 提高 提高在哪里 所说的空 绝对不是在道理上谈的空 而是真可以被实证的空 好那我们回答刚刚这个 徐福提跟师尊所对话 徐福提就问了师尊 佛 跟徐福提 两个已经谈话 内容谈了很多 从布施 一直谈谈谈谈 谈到一个什么 一如所住 有没有 谈到一个一如所住 恶生其心 很棒 为什么 因为徐福提问了 如何降伏其心 如何安住真心 讲完 怎么样的降伏 就是一如所住 恶生其心 就是降伏往生 安住真心 讲完之后 然后呢 徐福提就问了 那我们前面所谈的这一段内容 我们把它取一个精灵 就取一个名字 代表了我们这一个内容 各位 好了 看这个内容在哪 波雷 波罗蜜 金刚波雷波罗蜜 那世尊呢 又在怎么 又在反问 徐福提 他说 波雷波罗蜜 吉非 波雷波罗蜜 吉非波雷波罗蜜 为什么呢 又在问了 又在问徐福提 我们这样 这样的整个的 这样的灵败下来 比较清楚 又在问了 我有说法吗 如来有说法佛 这是世尊所说的 他谈到这里了 为什么 因为这部 金刚波雷波罗蜜 是代表前面所谈的 这么多的内容 了解吧 谈的这些内容 包括之前所说的 除了 这个 徐福提跟世尊的对话以外 包括之前所说的 都包含在里面 他说 如来有说法佛 如来有说法佛 这是世尊所问 这是佛 世尊所问 世尊问 那徐福提回答 如来无所说 如来 蛮精彩的 金刚级其实他很精彩 第一位就在这里 如来无所说 你看喔 我们会认识什么 这个如来 你看 他说 这个 世尊如来无所说 我要再确定一下 他应该是讲如来没记错 如来无所说 世尊如来无所说 世尊是他对 徐福提对世尊的说世尊 如来 谈的是一个什么 法 了解吧 此法为真理 此真理本来从佛出世会出世 法本来就这样啊 这个法不是世尊被创造出来的 本来是如此的嘛 本来就如此 像一般我们假如 有没看到如来 我们会觉得 这个如来有所说 我们会认识这个如来 就把这个世尊盘 当然是我们心中所看到的 这个人 这个人说了什么话 他已经把整个的层 一层一层的 把它把它分析上来了 各位能不能了解到 整个金刚金刚所在谈的 那整个的层层 一层一层的把它拉上来 层层一直拉高的 一直拉上来的 从开始在对话的那 本来是应激说法 应激说法 弟子众生有所疑问 那徐福提代表了大众 请问世尊 请问世尊谈的是 如何安住真心 如何降不忘心的 这样一个过程 谈是真的也讲了 讲到最后谈到了一个 一无所住 为众生 然后呢 又再提到了 这部经 名文 金刚波罗波罗蜜 看到什么 集会波罗波罗蜜 然后再混 如来有所说法吗 一般 假如我们到这里的时候 往往我们会怎么样 会在执着 金刚波罗波罗蜜 我们都要破掉 不能再执着 佛罗蜜 有这么说 但这个这么一说 是整个的因缘的合合 一直铺陈 转成到这里 所以他到这里要谈说 如来有所说法吗 那徐福提是什么 肯定了 徐福提肯定这句 如来无所说 就是代表他整个前面 跟世尊所对话的那种 就是什么 懂了 通了 了解了 无有花 不是前面谈的 一如所助而生其心 你又再生一个 金刚波罗波罗蜜 心 听懂意思吧 既一如所助而生其心 是为了怎么样 假名为波罗波罗蜜 当我们看到波罗波罗蜜 所要想到的是 世尊所说的 无相布施到整个的 无相布施的内容的清楚 而不是在执着这个 波罗波罗蜜 所以他才说 如来有所说法吗 法有志向吗 有他的整个的 这样的一个志体向吗 都是整个层体 一层一层这样的 怎么带上来的 好我们来看这个 你看 我们这个映朗 他的解释 简短 为什么 前面已经都谈了很多了 所以他后面解释的越来越多 越来越浓缩 越来越浓缩 我们来稍微看一下 我们看到第二段 我们先看第一行 看第一行 他说 这个从法门的名义 和受持的方法 你记得怎么样 论到说法者 和说法处 这些 唯有怎么样 从如幻必进空中 才能让 如实的误解 提解到 知道 应该怎么样的说辞 一开始立场告诉我们 要从这个如